要是继承Base Adapter才可以取得我们的图 也就是说会先暂存在这个Base Adapter 然后再把图一个一个放进来 这个地方的话特别注意就是直接建好Extense 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类别 可以新增未实做的方法 底下它自动帮我产生四个方法 我其实有点像填空底 你把答案填上去 它就帮你把你要的小说图就放进去的 然后传给它一个类似 也就是说你画面是由谁控制的 也就是说C就是Controller是谁 你告诉它之后的话 它传递过来 所以你可以建立一个建构值 它会自动帮你建立在这里 名称一定会跟Class名称是一样的 所以它传过来你要去接 你可以在Base Adapter下面宣告一个什么 Activity Activity就是我们这个画面控制器的这个类别 那类别名称的话 假设我宣告一个物件名称叫A好了 那我由这个A来接 也有点像我棒球丢 丢给一雷一手 一雷一手要有人嘛 所以这个地方传过来之后的话 那这个A呢就去接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在我这个类别里面 我就再建一个A 然后A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MainActivity 我就把它接起来 接起来之后的话 那你才能够在后面告诉他说 我将来要画 画那小说图 其实这个流程有点比较索碎一点 我就把它接起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在底下有四个方法 其实其中一个 其中只要两个方法去实作就可以了 一个是告诉他GET COUNT GET COUNT就说 你等一下画那个小说图 那个ADAPT 我一个一个放进来 那你要你总共有几个 你要先告诉他 总共有几个呢 那我可以从什么地方知道呢 从这个阵列 这个阵列的总长度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这个阵列的总长度 那我就GET COUNT里面的话 它预设是Return 0 你就改一下 Image IDS点下去的话 找到Next就可以了 总长度嘛 跟刚刚是一样的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总共有几 也就是说呢 你总共要放几个说图 在这个ADAPT里面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要画出来 画出什么呢 一个一个小说图 特别注意 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GET COUNT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 一个一个小说图把它画上去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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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上去 那特别注意 这里 首先的话 它这边有一个POSITION POSITION值得就是第几个的意思 总共你要画几个 它就会先画一个 两个 就是画一个 画两个 画三个 一直往下画 总共画到第六个就对 画完之后再把它倒到底面来 OK 那怎么样建这个小说图呢 第一个的话 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我需要用动态的方式 产生一个Image View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 产生一个 New一个Image View的方法 上面也有 比如说Image View 这地方有没有 那可是我要在哪边产生呢 在Adaptor里面产生 所以这里的话 特别重要 在Gate View下方 我要New一个 一个Image View Image View名称 我叫做 IV好了 等于什么呢 等于New一个 New一个Image View 在哪边New呢 在 特别是要告诉它一个画面控制器 特别是要挖虎的地方 那请各位放一个A 告诉它说 你帮我在这个Activity 那这个Adaptor里实际上就是透过建构纸 传递过来这个A 有没有 告诉它 第二的话 Resource 那这个IV呢 我要知道哪一张图 那哪一张图的话 我可以用Set什么 SetImage Resource Image Resource这个地方 跟前面一样 去载这张图 那这一张图呢 是哪一张图 它会随着Possession 会先0 1 2 总共有6张 所以0到5 它这个Possession会去变动 好